因為你啟動的時候 你要使用它之前 它會有一個sign in的按鈕 那你必須要有一個帳號密碼 因為我已經登錄帳號密碼 並且新增的這些模擬器打開來 跑起來其實也還蠻OK的 所以這個是模擬器的第二種選項 但是這個是額外要去run的 而且這個檔案還不算太小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就是 如果你的模擬器不OK 那用這個就好了 而且甚至將來你要做其他方面的模擬 這個也是還蠻好的一種選項 尤其是我們後來要模擬Google地圖的時候 因為在我們X86模擬器裡面 沒有Google Play的Service 所以沒有Service的話 也不能run那個地圖出來 所以可能用這個就比較沒問題 要不然就要10機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一下 然後它的東西呢 是放在哪裡呢 這個東西是放在這邊 Ginimotion這個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試試看 但是如果等一下網路斷掉的話 記得就是把它移除掉 我不確定啊 會不會是跟我這一台有什麼關係 然後記得右下角這邊 網路共用 記得我剛剛是做什麼 變更網路卡 把這個 這個網路卡呢 把它停用再啟用 那就恢復正常了 如果啦 萬一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這個Ginimotion部分呢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再來的話 如果你GinimotionOK 也沒問題的話 那再來我們就要去了解一下 第三個就是 我們剛剛進到那個 直接下載 就是我們的SDK 除了說AVD Manager之外 旁邊有個SDK Manager 那這個也不是裝飾品 這個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裡面的話呢 實際上 啟動之後呢 就是這個資料夾裡面 它已經安裝了哪一些版本的那個SDK 那如果說你將來 要更新 或者要 增加其他版本的話 那你就可以 從這邊 去做設定 但是呢 我 強烈不太建議 如果你不是已經 很熟悉的話 我不建議 你去動它 因為 動了之後 很多奇怪的現象 也許就發生 也許就出來了 可能 奇怪 為什麼你程式都沒錯 但是就是不能夠把它 砍拍而變 一個APK 也不能執行 那有可能是 SDK的版本 又衝突了 一個新的 一個舊的 兩邊沒有辦法 它就不讓你弄了 之前有發生過 所以 如果你沒有 時程的把握 我跟各位講一下 有這個東西 但是 有的時候沒有 那頂多就是說 可能你可以裝的 大概就是 怎麼呢 Google的USB Driver 但是你不要說 這樣直接按下去 因為它這邊按下去 它就install 21個 你必須怎麼樣 先把打勾全部取消 像它預設好像已經 直接幫你把哪一個 6.0先打勾了 這個也幫你打勾了 這就是N 然後23的 然後你可能要把那個 打勾全部打勾取消 只有install一個 一個Driver 那這個Driver可能就是 將來你插USB 你的手機就可以抓得到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就是說 這個有關SDK裡面的 相關設定 那 OK 那再來就是請各位 開啟 這個Android Studio裡面的Beam 這個目錄 再開這個Studio 這個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那待會我們要來繼續看那個 Hello World的延伸的版本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